嗨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JJ休斯顿房屏 今天我们来看的这套房子呢是一套位于休斯顿Zepres Fairfield的这个小区的一套房子 这个房子不是一个小庄园,但是它的院子弄得非常的漂亮,它的占地又比较的大 然后它的售价是45万美金,有非常大非常漂亮的大窗户 然后它后院呢有室外厨房,有室外party用的那个bar,还有游泳池,然后还有spar的那个温水池,什么都有 所以它真的做得非常的棒,而且它的价位是45万美金 要知道最近JJ休斯顿的房价也是一直在涨 所以45万美金呢有这么漂亮的院子和这么棒的状况的房子已经是非常的难得了 然后这个房子如果你投资的话也非常的好,因为这边的租金还是很高的 然后Zepres这个区又是在白人区的这个地方,很好租,特别是游泳池的房子 你知道这个美国人非常的注重的享受 所以即便是租的房子,他们也要求状况非常好的 那我们来看的这个房子的特点,除了45万美金性价比比较好之外 当然我推荐的所有的房子,我觉得性价比都很好 然后还有你看它一进门是这样的大窗户 看我身后,完全就是,就是全都是窗户那种感觉 而且你往外望出去的感觉非常好 正好是泳池啊,树啊,然后988台啊之类的 然后这个房子是2008年建的 但是呢这个房子弄得很新 你看它的橱柜都像没有用过一样 因为美国人他真的是不怎么做饭 所以你看这些地方,就像,你看主人还住在这儿 但是这些地方一点油烟都没有,就像它有用过一样 然后包括这个炒菜的这个炉灶这个地方 待会我会详细的给大家看一下 这些地方就一点污渍都没有 就好像他们从来都不在家里做饭的感觉 所以这个房子真的弄得非常非常的好 45万美金的报价刚刚上市 有可能需要加加强这套房子 但是我先过来看一下 而且这个房子的一楼的卧室非常大 它的主卧也很大,而且它都是木地板的,不是地毯的 然后它的这个洗手间也弄得很好 因为它的这个洗手间的浴缸啊,按摩浴缸 再加上它的衣帽间也很宽敞 各个方面吧,这个房子又具备一个小豪宅的潜质 其实移民用来做度假屋也好 用来自己住也好,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这套房子 如果你对这个房子有兴趣的话 赶紧加我微信或者关注我的微博联系我 谢谢大家,我们来看房子吧 这是我们今天看的这套房子 这套房子是非常宽的 你看它从这边 有栏杆的这一边 看过来 这个地方有一个大铁门 我之前也讲过 在美国房子越宽 代表着它就会显得越有档次越豪华 那这个房子的宽距非常的宽 差不多是在75倍左右 一打开门走进来就看到那个非常大的落地窗了 因为我现在在的这一面并不是很亮 另外这一面才亮,所以您看上去会暗 其实我在这边看这房子非常亮堂 这就是主餐厅 然后看右手边 书房的位置 它这边摆了一台钢琴 但是你可以在这摆一个三角钢琴 就是更漂亮了 楼梯是这样的构造 因为有的咱们中国的很多地方有讲究说楼梯不能冲门 那这个完全避免了这些说法 这是漂亮的客厅 因为这边非常亮 所以我拍出来的话会反光 就是要的那边亮 这边就显得暗了 其实这房子非常亮堂 然后这个路口就是主卧的位置 我们先来看客厅 我在这一面拍这个客厅 就会很亮 大落地窗 落地窗望出去的这边呢 就是泳池 还有它室外的吧台 还有蓝天白云 这就是这个房子的感觉 然后我们来看它的厨房 我刚才有讲过这个厨房非常的干净 您看一点的瑕疵都没有 好像没有用过 包括这些地方 一点油渍都没有 好像刚换的一样 但其实不是的 这边有一个门 这个门好玩了 因为我们看的很多房子都没有这个门 但是这个我非常喜欢 因为一打开门看出去 看它这边呢 它这个外观是这样的 这边有一个大门 然后这儿就有一个这样的padio 所以你这个地方可以停车 一点都不晒 然后里面还有两个车库 所以这种感觉非常的好 完全把你这个房子封闭在这个地方了 所以很有安全感 然后这个位置才是它的洗衣房 好 现在我们就去主卧看一下 我们来到主卧了 主卧很大 石墓地板 主卧望出去 就是泳池也很美的 有很多的看过我视频的这个观众都会有说 休斯顿的房子都很漂亮 其实每个地方都有漂亮的房子呢 也有相对差一些的房子 那我挑的都是我觉得好看的 有可能咱们审美差不多 所以你会觉得我挑的漂亮 谢谢大家 这个就是主人的化妆台 女主人的按摩浴缸 因为她在这儿放了一个小台子 因为她这样的话在这儿泡着 早可以看电影 玩iPad 淋浴编 马桶编 这边也依然就是另外一个放东西的柜子 成了一个男士衣帽间了 那大的那个衣帽间 肯定是女主人的 看一下女主人的衣帽间 而且这个衣帽间是有窗户的 还有两个衣帽间组成 好了 现在让我们上楼上看一下 好 让我们去二楼看一下 来到二楼一上来 就是一个Game Room Game Room 可以有下 望到院子里是这样子的 你可以在这儿玩个台球 很惬意 然后再往这边走 就是一个放映厅 但是您看一下 它这个放映厅是有窗户的 所以这个放映厅完全做一个卧室一点问题都没有 放映厅旁边呢是一个独立的洗手间 再往另外一边走 就来到另外的卧室了 这是其中一个卧室 给女儿准备的 所以都做成了公主的样子 两个卧室共用一个洗手间的构造 我们已经看过非常多了 所以这就是共用的洗手间 然后我们来到了另外一个卧室 这就是另外一个卧室 它每个卧室都很大 好了 这就是这个房子的这种感觉 我们现在去它非常亮眼的院子看一下 我们来到院子咯 这个院子很美 先看一下它与众不同的地方 你看它这儿 全都是大铁门蓝起来的 所以变得这个院子非常大 这边不仅有车库 再走过来就是这样的院子 泳池 还有一个酒吧 还有一个酒吧吧台 它这儿做了一个这样的小吧台 看电视看球 这边做了一个很大的派丢 沙发 然后烧烤 就是这样的感觉 然后做了绿化 做了泳池 其实该有的很享受的部分 它都有做 整个院子就是这样 它院子不大 所以你这样的话 你在外面需要做的一些工作 就不是很多 整体院子就是这种感觉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了 以后如果您对这个房子 有什么兴趣的话 可以随时加我微信 和关注我的微博联系我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大家